田馨老师 金虎年里让大家大赚了八档的长辈股 那金兔年呢 想知道接下来怎么赚吗 当然咯 看节目咯 欢迎投资好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 我是品化 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 长辈股的代言人 华冠投股 刘元熙 刘副总 刘老师 田馨老师 你好 品化好 全国的投资泡们 大家好 我是华冠投股 股市甜心 严谦老师 台股封关咯 封关日虽然是小涨五点作收 但是BUT 只要股市有开盘 甜心就是有办法在股市当中 报大家抢钱 赚钱 赚大钱 来 封关日虽然台股小涨五点 但是你看看 甜心的股票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首先是高利 股价涨停板 创新高 下来 大学光 今天股市一样创新高的表现 一起包括了讲的好家好家好家 我们的JEPDP 十年寒窗 这档股票一样创新高 感谢甜心 赞年甜心 封关日照样让我们赚大钱 太开心了 开心得不得了 这里提醒大家 过年 是开心花 用力花 尽量花 回来的所有花费 盐希帮你买单 直接标果 直接标果给你买单 所以这里过年就是轻松 放轻松 开心啦 一定要 多花点钱 长辈的红包大一点 不要省 千万不要省 老师你光看大学光这档股票 对啊 就四塔了耶 对今天后来到336了 创新高了耶 记不记得我290给的 记得当然记得 290喔 随便买 冲出去 290冲出去今天也336 290 300 310 302 336了耶 老师 四塔了 赚钱真的没有很难 好轻松 有一点耐性啊 当然要 我也讲过了 忘记在寒假暑假 对 他的忘记是在寒假暑假 就是忘记 没错 毫无悬念 真的 好 再来看8996 8996就更恐怖了 是的 为什么咧 记不记得 我10月 我10月就给大家了 有的 10月那时候 我讲过产业的结构 产业的重点 为什么这样讲呢 来 他本身做的东西 就跟别人不一样 你10月14号 你就已经看到高丽 这张字卡了 是的 这很清楚哦 然后我告诉你哦 今天高丽大三元 你可能说老师 什么大三元 来 股价最终 反应企业的婚礼 好 那我告诉你 他12月的月增 第四季的季增 是的 去年的年增 通通创新高 所以呢 是不是又是股价 最终 反应企业的婚礼 股价就是 播不高 那你再看到K线 今天叮咚 亮灯掌停板 就是庆贺封关嘛 是的 恭喜大家 越来越多了 再把多头总动员拿出来 好的 老师 你多头总动员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跟前一份的红兔大展 大概差半个月而已 对 没错 老师 你真的是急着帮我们抢钱 怕大家赚太少啦 要过年了嘛 一定要 这过年花费又特别多 对啊 过年花费一定特别多啊 还没过年就好几桌出去了 对对对 好几包就已经先出去了 对啊 老人家都要先给嘛 一定要 给七个红包 对 就像长辈你一定要先给 为什么 不要说除夕再来给 因为长辈下面很多孙子 你要先包给他 让他去包红包 不要自己掏自己的腰包 对不对 对 所以从小像我妈妈 我都是前一个礼拜给 哇 对啊 想必他过年一代很过气 很开心 对 他前一个礼拜给 他就可以开始包大孙子 二孙子 三孙子 这样所有的孙子排一列 有没有 有有有有 这样才是对的耶 这样开心啊 真的喔 从前一个 从一月开始就过年 过年啦 一直过年一到二月 来 你拿到多头总动员1月3号 是不是从1月3号到现在都在过年 是的 来 各位你就从这份资料来看我的用心 好 为什么这样讲 1月3号拿到了以后 那个礼拜记不记得除电能源 是 除电能源挂头牌的817的天宇 是不是连续创高一个礼拜 对啦 连续喔 创高一个礼拜 对不对 好 你看到天宇连续创高一个礼拜 你今天又看到高丽 高丽 是 又创新高 是不是都在多头总动员 那份资料里面 这份里面有 你就这份资料很清楚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你选股后不用像别人 动一个吸一个跳来跳去 不用 不用 我都事先把我的操作公开分享给各位 重点是股票还没有涨你就已经先拿到了 对 你看喔 当时你1月3号一拿到天宇先冲出去 中兴电也冲出去 滑城也冲出去超过30个百分点 那你看到今天要封关1月17号 是 结果我1月3号给各位的高丽还叮咚 亮灯涨停吧 那你更要了解高丽更恐怖 从去年10月就给了 是的 今天的涨停 只是再次验证 延熙告诉你的除能是长多的概念 有的 长多的概念喔 这个很重要喔 好 你这份资料拿到的时候 你也不用看别的 为什么呢 你1月一拿到的话 除能是不是大三元 对 没错 细字材是不是碰碰壶 碰碰壶 老师 细字材碰碰壶耶 为什么叫碰碰壶 因为金星科涨 创意涨 世新涨 通通超过10个百分点 通通都可以赚 是的 好 细字材碰碰壶了 对不对 结果到这个礼拜 老师 你那个生计后 大雪光又冲出去了 对 又创新高了 是不是所有的操作事先给 事先给吗 让你事先预备 当然 这种感觉好不好 当然好啊 你都赚得到耶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常说 我的节目很优质啦 来 我们再来 你看到盘 很多人 我今天要讲一个重点 我用大盘告诉你 为什么呢 记不记得 在12月台股回落 这一段时间 你现在从大盘 这个K线看得很清楚 整个12月台股都是回落 好 整个12月台股都是回落的时候 我拿台积电出来讲 我说台积电 450以下 闭着眼睛买 我说台积电 450以下 随便买 为什么 如果你手上有不小心 买的股票套5块 套10块到20块 对不对 好 那你可不可以全部给我换到台积电 台积电总该OK吧 你会比较安心吗 当然安心啊 对不对 我说你把本职学能提起来 我花了大概 我10月花了半个月讲台积电 我12月也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讲台积电 那你是不是对台积电总要有了解了 当然 只要韩媒出来就是讲三星的三奈米的实力超过台积电 你就可以对他嗤之以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够了解我听颜希的节目 我超级知道台积电的 而且1奈米还要落脚龙坛 是的 对不对 没有改变哦 是的 而且产业也不会因为年假10天就改变 好那你可以看到台积电再害怕 你总敢买了吧 可以可以 好 那可是我要用另外一个观点来讲 你现在台积电又冲到500以上了吗 今天我说了 我昨天近期的节目是不是讲 台股在这里封关有没有去挑战15152 已经不是重点了 没错 重点是什么 我没有要赚这么少啊 对 我才没有小鼻子小眼睛 过好年好过年 今年好好过 为什么 因为今年倒吃甘蔗年 你永远要把去年的1万8给我背在脑袋里 因为今年假设台积电占回600 1万8很简单 一块蛋糕而已 对 轻松愉快而已 所以亲爱的朋友 赚钱真的不能等 我是时候 我说了我花的心思 我希望各位用股票看出来 再来一个 我说过我的股票很有延续性 当然 因为你今天来 你多头总动员的股票是不是涨到今天还涨停 还在涨啊 还在飙啊 那来 多头总动员的前一份资料是不是 宏兔大展 宏兔大展 就是在12月整个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送你的 有的 来我不要讲多 10年寒窗给我拿出来 好的 JPP这档股票 JPP 是 你现在来 用我这里看好了 来 12月我给你JPP 10年寒窗无人问 你现在看到他走势了吗 有 12月是不是 电高 电高 再电高 再电高 有 喷出 有 重复一次 电高 再电高 喷出 来哦 大盘 对 我问你啊 12月这一段 滴滴落 下跌 下跌 再下跌 但是反观JPP是 创高 电高 再电高 喷出 不一样的 有没有感觉我用心良苦 有 换句话说 颜希你用你的股票 帮我们避开了整个 12月的台股 下跌 下跌的风险 再次恭喜啊 有来收取我们的 全国的粉丝好朋友们 越赚越多了 有没有感受到那种 原来操作可以这么轻松 原来操作可以这么的稳健 原来操作可以这么的安稳 是 原来老师的股票 有没有让你满安心 抱着放心 赚得会更开心 我说延续性你要知道 5月 对 我还没给你红兔大展 我就已经提醒你要看10年寒窗了 对不对 好那10年寒窗这一路 也是不负延熙所望啦 为什么一路往上冲嘛 好 那你现在又更了解我的用心良苦 为什么用大盘来比较一下JPP 原来整个12月台股这一段 听好喔 台股这一段是回落700点喔 是往下的喔 整个12月喔 对 来我的JPP 帮你避开还大赚 那你要去思考 假设12月的台股 是没有往下 又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 诶 这样了解了吗 清楚明白 好这就是我说的嘛 你防御力要够嘛 当然 对不对 对我不只防御力够 我还帮你攻击 帮你赚钱 还有来我们今天讲一个重点 你现在看到JPP一直冲出去 对不对 对 好那JPP其实铁粉也知道 为什么我12月 在LINE上面给了铁粉 然后呢近期我又给你铁粉 是 为什么因为我要告诉你 你既然想要跟别人不一样 延熙的目标 永远都是希望赚长辈股 当然啦 那你对于个股的营收追踪 对于个股的营收变化 你要不要懂 当然要懂 这就是我在做的事 这就是我在做的事 所以我才要告诉大家 就是 假设你也没有加铁粉 你LINE一定要加铁粉 一定要 那当然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 来 今天你听到节目也是很开心 为什么呢 今天毕竟封关嘛 是的 要让大家就是 有吃 有吃 对 又要让大家 可以安心 过好年 这个很重要 当然啦 不然近期 我昨天已经讲 帮你打预防针 过年会一堆黑天鹅 就像 好啊 就像很好玩 联电昨天法说 今天不就又利空不跌 对 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后你会看到在底部 台股现在就在底部 很多的利空不跌 对 你有没有发现 12月到现在半导体一堆利空 非常多 ABF一堆利空 也不跌 面板一堆利空 也不跌 对不对 好啊 那你昨天又看到联电一堆利空 它今天也没跌啊 那我只是告诉你它长得慢而已 好不好 好 你要有这个概念 底部绝对是利空不断 那你要看到的就像联电今天那个站在高刚上那个气势告诉你 我就是利空不跌 你会接下来看到非常多的产业 都是这样子 这样这样这样 那是不是今年1月第一季就是在整年度的低点 对对对 那你要不要知道今年到底有哪一些的产业趋势会这样拨拨高 拨拨高拨拨高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今天的特别在这里 很重点哦 这份价值千金万金哦 我帮你预告一整年 我帮你抓出族群 是一整年的规划对不对 价值千金万金 听说这份产业趋势大预言针对2023年 足足有五张这么多 对对产业有兴趣的好朋友 一定要用心看 再来拿这个后是免费的 是免费索取好不好 今天时间免费让大家带回去哦 光临期间年假时间特别的强 好好来研读办读一下 如果你真的害怕 这个过年真的是满天飞 这个黑天鹅拉乌鸦满天飞 来把这份大预言放在胸口 压压经营吗 是可以 2023产业趋势大预言 将来未来如何赚呢 先把它拿到手 你就心中有一个明白了 对不对 好的免费来做索取 您可以加入我们的Lite生活圈 也可以直接电话来做拨通 广告时间一样留给大家 欢迎您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 请到朋友 来电话播到了没 把我们的Lite生活圈赶快来做加入 这份价值千金万金 2023年产业趋势大预言 直接让你免费来做索取哦 封关日当天 虽然指数小涨5点 但是甜心给您的股票 哎呦 10个百分点 8996的高丽创高 还有我们的大学观股价创高 JPP也创高 恭喜我们的全国会员好朋友 路旦路族啦 越生越多啦 哎 封关日继续赚钱啦 对啊 你看我说过后 我喜欢照顾大家 我做这个位置的终极目标 就是可以帮助多一点的人 没错 所以我才说 我知道很多过年的时候 很多经济数据会出来 你可能又担心 对啊 这些都是黑天鹅 不过我常讲 你要用长线的眼光嘛 对不对 你要用长线的眼光 就是产业的这个架构 去保护你中线 还有个股的营收 再保护你短线 技术面的震荡 假设这个产业趋势 是整年度往上的 你何 为何会在乎 它的股价短线上的震荡 对呀 就像JPP啦 来 JPP我讲多久了 好久咯 长得很慢 而且前一个月12月台股一直跌一直跌 我一直跟你说 我JPP不好意思赚很慢 不好意思长得比较慢 结果现在呢 它最标 长得慢让你赚得多 有没有 为什么 长得慢你的那个心理架构 不会被它影响 就慢慢推慢慢推 又推上去了 是啊 突然直接拉开成本了 是 那种感觉不是很好吗 拉开成本 获利奔跑 重点 今天穿高 股 股 还没有人在讲 没有人在讲 真的没有人在讲 这要赚翻了 我最好都不要有人讲 为什么 等到冲出去了 我长长股价都冲出去三成了 才有人要讲 没错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之前创意 在地板400块没有人要讲 我405 407买 随便买 长辈股 结果到800了 然后外资说 我现在调高目标价到850 它会不会慢半拍 我希望那个慢半拍的速度更慢一点 再慢一点 我们赚更多一点 再慢一点 好 我来我们来看盘 你现在可能还没有感觉 因为小掌5点封关 你可能没有感觉台股强 我来告诉你台股有多强 好 你用K线看 好的 注意听哦 记书面我很少在这里讲 我知道 但是今天没关系要聊天 来 真的 有没有看到整个12月是回落 回落的 整个12月回落 这根K线是1月3号 1月3号开始蹦蹦蹦跳出去 那换句话说 1月3号到今天为止的涨点 我只算涨点 我不是算高低点 涨点大概700多点 好 1月3号到今天1月17号的台股的总涨点 大概700多点 等于直接吞了整个月 整个12月的回落 哇 才短短的10个交易日 对 我吞噬掉了12月一整个月的跌势 你说台股强不强 强啊 再来哦 再来哦 你看量价的 你要更有感觉 为什么 短短的10个交易日 并没有带大巨量 对不对 对 直接站上 直接站上前高附近 这就厉害了 这样了解吗 换句话说 我之后要再挑战高点的量 已经不用那么多了 这个讲下去又比较久了啦 这就是技术分析的一个形态学 那你现在看到 真的 那再来哦 再来哦 你要知道外资卖台股三年了 对 一直不买 1月3号到现在 对 外资平均每天买超台股破百亿 今天的数字还没出来 但是应该也是买 那你要知道 截至昨天为止 是 外资今年大概买了1100多亿 哇 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很多的投资朋友们在过年 抛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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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聪明的钱 大资金的人 就是一直减便宜 减便宜 减便宜 买买买 所以亲爱的好朋友 所以亲爱的好朋友 你要知道今年的行情真的很好 还有年过年 来三件事 是 一开年大陆拼经济 政策加持 你会看到政策力多 一直端出来 一直端出来 然后年中 那个 不能炒房了吗 钱是不是又慢慢移到 台股 然后最后是什么 拼总统大选 没错 这样了解 清楚明白了 老师清楚明白 告诉大家 2023年这个行情趋势 是好的 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呢 好 那行情一定要赚 道之甘蔗年 一定要赚 先把这份呢 帮你规划一整年的产业趋势 直接帮你做预言 来 价值千金万金 免费索取 只有在现在这个时间 免费让你索取 这一整年的这个 对 帮你规划出来了 您可以在我们的 LINE的生活圈手续 也可以直接电话来 做拨通咯 节目中再次感谢 我们的甜心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品化 幸运甜心 在华冠 荣华富贵 赚不完 延西住 全国的好朋友们 红兔大展咯 YT频道的好朋友们 明年见咯 拜 金兔年 是延西最大的一年 为什么呢 因为 延西住在杨梅 所以金兔年 一定会 杨梅主气 这里呢 欢迎大家 过年经过杨梅 不管是吃喝玩乐 也好 一定要想到延西 而且呢 记得 大口呼吸 大口吐气 所以呢 这里 祝大家 金兔年 好运 旺旺来 杨梅吐气咯 走 滑冠头顾 首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次不投资风险 滑冠头顾 111 尽管头顾新次第 015号 滑冠头顾 祝大家新年快乐 滑冠头顾 滑冠头顾